之前我有讲过了 所以SS部分我们大概就先直接看 大概就是一先建立一个什么资料 你可以用那个资料表设计 然后设计里面的话 可以做出有我们需要的几个栏位 包含就是说我们有123 只有6个栏位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给它一些相对应的类型 包含如果短的文字 还有一些数字等等的 最后的话我们把它直接打开来 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是类似这样 里面现在是空的 那我要把资料丢过来 OK 那所以丢过来上礼拜讲过 就是用那个还记得吧 建立什么 那个查询设计还记得吧 查询设计里面呢 把它关掉之后有个seql 那里面输入什么 insert into 有没有 就是跟它对话 因为在这边对话用seql 它会听得懂 那我们再利用那个ADO 有没有 eql里面用ADO 就可以把seql的语言呢 再丢给SS 它会就帮我把资料给丢到里面去 那跟它讲 insert into 那丢到哪里呢 丢到哪一个资料表 就是问题02里面 那哪一些栏位呢 有6个栏位 你就把那个栏位填上去 然后呢 空一格values 里面就把我们需要丢的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丢件 所以这个栏位数比较多啦 那做法上跟上个礼拜都差不多 所以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啦 所以我们就大概 把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先给我软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我直接在这边 新增一笔资料看看 那这个资料的话呢 我是直接扣那个新增资料 这个地方 那新增的话 是新增最后一笔啦 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Excel里面的最下面这一笔 先试着塞到我们的那个 access看看会不会OK 所以如果一笔OK的话 那其他就跑一个回圈 全部都可以把它写过去 那如果可以写过去的话呢 我旧的资料就可以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呢 那就可以再把它查回来 好 我这边好像还要再加potato potato的那个叙述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一就是一样新增 所以新增的话呢 我就是call 利用ADO新增资料 那上个礼拜是A到E嘛 现在多一个栏位到F 然后把它的哪一列 最下面一列的第一栏到第六栏 这个这些资料呢 丢给利用ADO新增资料的这个sub 然后呢 我去找到什么呢 在我的根目里面 有没有问题02的这个ACDB 如果有的话呢 我把它怎么样 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呢 再利用insert into 语法 然后有六个栏位的名称 然后放六个资料 再去执行 那如果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的话 最关键就是execute 这个execute如果可以过的话 那表示你可以新增一笔资料过去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里面上应该这样 我直接按新增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seecute 我讲过你可以按 ctrl加g的快速键 如果你想知道说 现在的那个seecute 预罚里面对不对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问号 控一格 打一个seecute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其实 城市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就在这里 如果你这边过的话 那后面就一帆风顺了 但这里不过的话 那后面就是灾难的开始 这个其实是enter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1 2 3 4 5 6 6个资料 那丢过去看起来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把它按F8看一下 如果过的话 那就直接就写过去 对 表示说我们现在跟那个execute 通上话 而且他也听懂我的意思了 然后他也已经帮我把资料写过去了 所以正常情况应该是没问题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这一笔就过来了 有没有两边可以沟通的 对不对 两边可以沟通很多事好解决 那两边不能沟通 那就会有很多问题了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出在沟通上面 所以ADO上个礼拜讲过 加这个seecute 就可以把它丢过去了 那一笔可以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什么 多笔 所以我们后面执行完之后一笔OK 然后再全部汇入 全部汇入的话 就把这些全部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一个一个列印射进去 我们试一下看 全部汇入 新增全部看一下 再到SS里面看一下有没有 有了 全部都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达到资料丢过去 后面当然可以把旧资料删掉 然后也可以从这边再读过去 上个礼拜都有讲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细部DEMO 然后这里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参考云端 这边都有删除 从资料再捞 甚至我后面还要补充什么 补充那个如果你用网方的方式来做 那网方来做真的很麻烦 因为要写入权限 然后要设定这个设定那个 然后你如果WIN7又很麻烦 WIN10那更麻烦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是建议 你可以慢慢改用什么 改用那个所谓的 MySQL 那可是MySQL 这难度又比SS更高 因为我们要架MySQL 架MySQL之前 你们可能要先把这个SAMP先下载 那至于那些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办法讲到 所以回去的话 我建议各位可以先把这个步骤先做做看 那这个步骤的话实际上 等于是说架设那个PHP 如果你要架动态网页的那个技术 跟这个是完全相吻合的 只是说我们是拿他的一部分的技术来用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甚至你可以在我那个什么 在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 可以看一下一个懒人包 如果你对于那个后续的技术有兴趣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到那个部落格里面 有一个那个懒人包 叫做PHP云端资料库教学懒人包 这个2005年 我在某一个那个学校 那个某个学校的职工系 消了那个有关PHP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大家都受用 所以我把PHP的这个部分 从第一次到第13次 里面可能可以做购物车啦 做新闻公告 还有应用到MySQL相关的设定 都有把它放在那个我的 那个YouTube频道里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先把这边先看过 下一次也许来 你会比较能够这个接的上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技术之间都是互通的啦 所以MySQL它将来可以 跟手机的APP也可以连接 跟Python也可以连接 跟R也可以连接 所以这些技术啊 都是相通的啦 所以回去的话 我想请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